魏先生的外婆今年88岁 2019年5月份开始 老人就住在杭州康星康复医院 每月3000多块钱费用 魏先生说去年11月20号晚上 10点到11点之间 外婆从床上下来的时候摔倒了 她晚上起来上厕所 从床上摔下来了 可能在下来的过程当中 突然摔到地下 就是腿骨骨折了 魏先生说 第二天早上 他们接到院方通知赶到医院 然后把老人送到一家 骨科医院做了手术 目前老人还在骨科医院治疗 对于这事 魏先生认为 护工有很大责任 像他90岁的老人晚上下肠 不管他以前身体这么好 作为护工应该及时的 对不对 因为晚上上厕所很正常 你外婆有没有叫护工的那时候 我们闷了 但是这个东西 外婆她说是叫了 但是因为护工她说她没叫 可能她说她没听到 因为这个东西在里面没有监控 也没法还原 但是摔下来是 因为这个不是一天以前 我外婆晚上也要下来的 那护工肯定也是会帮忙的 对不对 又否则的话早就摔了 魏先生说 外婆目前治疗费花了16000多 护理费用6600多 算上后期的营养费 康复护理费等 他们向医院提出了6万多块钱的赔偿要求 之前跟院方以及护工所属的家政公司也进行了协商 但没能达成一致 几乎每一个老年人到一定的年龄段之后 必然的会伴随着一种生理功能的减退 包括这个智力方面的 行为能力方面的 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些生活治理能力等等 所以每个病人入院 我们都会有一种跟家属的 或者说委托监护人的一个沟通 把这种情况可能出现的一些 哪怕是尽力照顾的前提下 也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 会告知家属 然后家属也都会非常明确这个前提 并且签字 等于说被告知了 包括 院方提供了一份居间服务协议书 甲方是患者 乙方是护工 丙方是护工所属的公司 上面有个条款说 甲方因精神失常 走路不稳 骨质疏松发生骨折 起床不叫丙方等原因 导致意外的骨折及伤亡 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 他有杭州市第七院 就是我们精神病院 鉴定的明确诊断的焦虑症 躁动症 气质性精神障碍等等都有 就是说 护工别说一对二一对三 哪怕一对一的话 都很难控制他 是不是平时应该更加注意一些 已经非常注意 已经是非常注意 尽了很大的努力 他一个人一不小心 他能够从五楼走到四楼 走到三楼到处晃 并且夜里睡眠 你护工中规来讲 他有一个精神支撑 他累了他也要睡觉 你睡着了 他可能一个人就框极就跑出去了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比如说出现滑倒 跌倒 最伤的是真的是 也只能讲是防不胜防 卫先生表示 家里每天都有人轮流到医院 陪护外婆 观察老人的精神状态 他们认为并没有院方描述的那么糟糕 晚上有时候睡觉可能会是那个 但是白天的话 我们在他们没有这个样子的事 关于赔偿问题 院方的黄医生表示 他们目前能认可的费用 只有治疗费和护理费两项 针对这两项费用 之前写上中 护工所属的公司表示 出于人道主义 他们可以赔偿一万以内的费用 但卫先生没有接受 至于院方 黄医生说 根据卫健委颁布的条例 超出一万元赔偿金额的医疗纠纷 院方不能擅自私了 建议卫先生通过一条会 或者法律途径处理 腰宝黄剑继续报道